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嘉宾来自第一趟来的节目 叫丁顶 丁脖子 大家好 丁丁 我是用英文化跟大家讲 然后我不会讲上海话 所以今天我用普通话和大家聊 我现在是在美国中部的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市 在这边学社会科学的博士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关于上海租界的一些问题 这次节目是我们第一次用普通话 因为今天我们开头用上海话 之后常会用普通话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这次聊算用普通话讲 但是我们的内容是关于上海历史的 因为我一直想聊一下上海历史 但是我又怕我这种半瓶水就是给误导大家 给大家错误的知识 现在大家对这个要求很高 那么我想因为丁博士他最近就在写一篇关于上海租界的论文 然后我想你这样做上海的方面的学术了 对吧 参加一下我们节目跟大家聊一聊普及一下 对吧 我们上海历史 上海租界的历史 租界的行程 可能我觉得上海历史 我这个问题就是实际上海的 我觉得现代上海的历史的开端应该就是租界 租界历史 就是上海历史的开端 再往前的上海历史 我个人感觉应该是处于江南史的一部分 对吧 就是说因为我一直想聊这个话题 很多人其实以前有朋友 质疑我 我对这方面有点兴趣 因为实际我们国家有 我们中国除了有正史 就是国家角度的一个统书的历史之外 还有一种地方史 地方制 对吧 叫上海方制 对吧 那个清普县制 加定县制 苏州府制县制 实际那个资料更加多 对吧 就每个朝代在修那个正史的时候 很大量会去参考地方是 但是我们好像我们的教育系统里面很少提 节目里面这种纪录片 媒体里面也很少提 但是我觉得是有很有意思 里面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 特别对我们上海做成 对 所以这是想做这支节目的一个原始 那么我们请来丁博士 他是专业一点 今天这个组合 我是一个历史爱好者 那么丁丁 他是一个学术派的是吧 Francis 你实际也是半个学术派 你是学政治学的 对 我也是门外汉 但是也算爱好者 也是政治心理学 是吧 政治心理学到底是政治还是心理学 我是政治学和心理学 是double major 双学也是 这很不错 非常好 未来的政治家 丁丁已经是政治家了 我属于是 说是说做学术吗 其实我就是 我读博士以前我也在研究这些问题 只是那个时候水平比较差而已 这样的话就是叫兴趣变成了专业 变成了工作 对吧 这是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对 这个非常感谢内布拉斯加州政府 因为我来这里读博 他们我酸酸也给我贴了上百万人民币 上百万人民币 你现在的专业是社会学 那你的课题呢 其实我不是社会学 我之前跟你说的时候 我说是社会科学是一个统称 我的专业是public administration 就是公共行政 然后我的方向是 我是研究地方自治 然后所以我主要看就是历史上的自治的成功的先例 和现在的各种自治整体 然后包括在美国就是有那种特别区政府 就是说不需要任何人来 没有任何上级政府 我自己直接就可以管自己 对 我和我们节目聊到过一次 就是美国有一种有一种城市是没有政府的 是吧 是city还是county 它有一种叫 还是说三不管 有一种叫district district是它是只有一个功能的 比方说它是一个water district 这个water district它可以跟这个城市 还有这个county都是重叠的 一部分重叠 一部分不重叠 它画街爱画到哪就画到哪 只要这个地方的选民同意 然后他自己在这个选民这里选出一个board 来管理这个地方 然后他还可以征税 还可以发那个债券 所以就是 那么国家是没有行政机构可以管理它 警察局也不可以 其实美国你应该看到就是比如说你们你在你所在的加州的那个地方的市井 或者你在纽约nypd是州井是指挥不了nypd的 然后联邦调查局也指挥不了州井也指挥不了nypd 因为都是独立的 互相是独立的 因为它是联邦制不是单一制 是的 其实 哎呀你看这两个专业人是一开口 就是专业术语 所以我就说其实上海关于上海租界历史最有意思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他就跟你讲的一样 就是说上海的历史应该从租界开始讲 那上海租界之前的历史 如果上海没有租界 那我还不如讲讲松江或者是什么 对 松江史 还不如讲讲苏州史 对不对 苏州史重要的多 就是因为有了租界它才会变得那么重要 但是现在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大多数人的历史 历史知识都来源于中学和我们的最多加上微信公众号 对吧 就是他的 可悲都是大国史观是吧 就是都是一种很宏观的 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他的这个史观是在这些史实发生了很多年以后才写出来了 然后他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能很好地理解这件事情 怎么看都不对 你比方说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史观 租界应该是个非常糟糕的东西 这个帝国主义 赤裸裸的殖民 经济侵略 还包括什么 赤裸了江海关的那个海关群 还还华人鱼狗不得入内的公园 不得入内 这个历史书上 从小的时候怎么说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真正在上海长大的人呢 你就发现就像前段时间那个电视剧那个安家 这个徐姑姑 其实你看里面那些像样一点的人 其实他都是有一定渊源的老上海 然后他通过的老洋房作为一个寄托 其实他就是对一个上海租界的一种可以说海旧顶礼膜拜 也就是说 如果你就有一种两种相反的认识观念 矛盾的 就是我们本地上海人会觉得 租界是洋气的是吧 就比如租界一般现在是像静安 卢安 黄埔就很典型的租界风景 我们叫上之角 赏海人叫赏子狗 反而华界地区 华人聚集的地方 有五资狗 甚至是娇曲乡下 他是这样的称武 这个价值观是向左的 他不是说 我们在租界里面受尽了屈辱 我们要反正好像跟历史书上说的不一样 然后如果我们相信 这个我们之前的那种 完全相信之前的史观 就会导致一个疑问 就说这个地方那么差 整天华人就是动不动 就被横头阿三甩耗这个耳瓜 然后在那里当包生公 都每天被那个拿摩温 就是印度过来的监工 南波万就是打来打去 按这个说法 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 就是放着浙江 这变地不重 还要跑去上海拉黄包车 这就很奇怪了 对不对 抢着要来被剥削 就以前我们也有这个疑问 所以之前 你像有很多人也做过 关于上海的一些节目 包括高晓松做节目 节目很受欢迎 但是高晓松 他是一个比较精明的人 就是说 他在不得罪大家的 这个基本史观 也没有无心给大家提升 这个历史认识 前提下给你讲讲一些故事 就娱乐一下 那我是觉得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 可以用一种很直白 很简单 有趣的方式 可以帮大家理清一下 这个怎么样去避免那种 怎么样可以把这个矛盾给理顺了 发现两头讲的都 或者认知的更清晰 因为地方时 对地方是也是显学 就是我包括我们地方政府 也都是在编译地方时 上海地方方制办公室 我网上查过 有这样的机构 所以我觉得方制是政府允许 大家都是开放的一个态度 我完全是可以聊一聊 这样子 甚至帮助大家更深的理解一下 补充一下我们缺乏的一些认知和历史支持者 我们就进入这个话题 就是说我们先要讲一下 开步以前各方是什么的一个状况 就是上海大清和英国 分别是一个什么状况 这个很重要 应该说上海当时 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城市 但是它也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差 就现在有一种误解 就会说上海是个小渔村 上海开步前是个小渔村 有一个例子就可以体现 你比如说上海的开步 它的主要的一个人物是英国领事巴富尔 他那个时候跟我同岁的 跟我现在同岁才34 然后原来他在英国在印度当军官 然后英国的领事制度呢 其实大多数这个领事 他也就是说皇帝认可一下 基本上地方上就是比较这种 你说了上海 地方上比较那种得高望重的人 就可以来当军官和商人居多 那么他到了这个地方以后 到上海以后呢 他就发现没地方住 然后带了好多人 他就打算住在一个庙里面 然后搭帐篷 这时候人家过来一个人跟他说 说你去找一个谁谁谁 姓顾的一个老爷 他那有一个房子 有54间还是52间的一个大房子 用人都备好了 你赶紧去租那个房子 然后他就去找那个姓顾的老板 这个姓顾的老板是谁呢 他其实是一个从广东过来的老板 他以前就是做这种 人家做叫港角贸易 其实就country trade的 就是国际贸易的那么一个人 他提前就已经知道上海要开步 老早就打听好风声就过来了 所以他是不是香山人 他应该是广东中山 现在叫中山 以前叫香山帮 上海早期有一个叫香山帮的团队 然后你讲这个呢 其实就是说上海在开步以前 它是一个什么格局 就是他自己那个城乡里面 就上海城 上海县里面是有一些老市民 但是他的那个市外面一圈 就住了很多的各地的会馆 然后包括市力最大的 就三个会馆三个地方会馆 一个是浙江的江苏的四个 然后在广东的福建的 然后浙江的主要就是宁波人 江苏的主要是苏州人 然后就是你讲的这个广东那边 可能是香山人 然后福建那边的 所以对这里面实际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香山对面 为什么会他们会来 是因为香山对面就是澳门 就这帮人和在很长段时间 就跟洋人做生意 所以他会有这个秀 他有这个历史记忆 澳门在那时候已经开步了 大概要有三百年左右 所以上海南京路上 不有个四大百货吗 你现在去看的话 他四大百货都是广东香山人的 他们就是当时香山帮 但是香山帮早期人多 后来人少 因为毕竟离得远 然后我提一个问题 我提一个问题 就是那时候我们都知道 清政府都有这个闭关锁国的政策 然后当时那些商帮在那边 主要就是做这个 等于说是转口贸易 或者说是国际贸易 那他们这个政策之间的 这个是不会产生矛盾 其实当时是这样的 就是其实当时整个 东南部最大的港口是苏州 包括做国际贸易的港口 也是苏州 上海呢 是作为一个就是 等于说是一个给苏州 转运一些货物的地方 它主要的商业是两个 一个是运沙 所以当时就已经有 几千艘那个沙船在挖沙 然后第二 沙是什么 沙是黄金的金沙 就普通的河沙 河沙是吧 OK 造房子用什么 然后第二个 它最主要的是 当时上海城乡城北 就已经开始有工业化 就是烧丝厂之类的 就是早期的一些工业化的东西 所以它当时是一个比较 等于说上海呢 它是一个 已经有点兴旺的一个工商城市 但是工商城市在清朝的那种政治版认知 认知里面是比较低端的东西 就是它对于你这些商人都是看不上的 包括你干的那些活 他觉得这些都是不体面的 对不对 孔老夫都没有讲过这些东西 那能不能理解为 我用一个现在的概念 就全国百强县的概念 就是可以的 它算不上特别 它绝对不是个小鱼村 但它可能是类似于现在 昆山江英这样的一个 是的 一个比较富的县级市 对吧 有点重概念 可以这么认为 然后里面起到关键作用的一个人呢 也是一个英国人 就是叫William Jardin William Jardin这个人呢 他是一个大商人 他以前就在广东那边做这个国际贸易 然后他又做鸦片贸易 然后他后来当到了英国的就是国会议员 所以他强烈建议就是在上海开部 就五口 南京条约签约以后 后来两年加了五口同商的这个负责 他就强烈建议要在上海 因为其实你很奇怪 因为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一定要是上海 因为他觉得他看出上海的地方比较有潜力 他觉得他 就是说之前的那些大 你看广州也好 杭州也好 宁波也好 其实都是大地方 相对当时上海来说 但是他看出就是说 如果我们需要在上海做国际贸易的话 他考察过了以后 他认为上海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地方 所以他当时加五口同商之后 他就说我要给我们有这个上海拘留权 但是我可以说他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后来会有那么发达的 因为看得不错 没想到发展那么好 事实上有很多那种条约里面规定的港口也不一定就真的发展的特别好 对 你比如说什么 你比如说日本他马关条约以后也开放要说开放四个地方 但其实那几个地方日租界都没有怎么发展起来过 所以也不是一定的 他当时他他不是说他那么厉害 就看到以后上海能发展成远东第一大城市 对我觉得你说了一个很好的点 就是我也是一直想说 就是说实际上很多人会说这个城市发展了是政策 或者是因为殖民统治 实际是因为他地理好才会被政策和殖民统治选上 而殖民统治和政策 对而且政治选政治和殖民 他有时候会选很多地方 结果只有一个地方出来 因为我记得我们改革开放的时候 也开放了厦门汕头 我记得有好几个开放区 但最后出来的也只有上海和深山 对而且我们过会再聊到就会知道 他其实有一系列的这种意外事件 导致他变成后来的发达的样子 然后刚回答天阳刚才的问题 就还包括就是说 其实当时他们对就是 清朝政府当时是个什么状态 他把整个对上海 后来签订土地章程 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上海开布的一个文件 他把这个权力是下放到上海道台那里的 道台是比知府高一级的 军政大臣 也不算很大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了解清朝的时候 它是一种天朝事业 天朝事业呢 对领土其实并不是很在意的 对他来说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只要我这地方人服我就是我的土 他经常他没有现代国家的概念 对吧 没有领土啊 这种边界 那是民族国家产生 就是巴黎和会以后才有的概念 在那以前 他们想是把这个遗物给交给这个道台管 意思就是说这帮洋人你管一下就行了 你自己可以采取一些比较灵活的方式 但是不要让他们整天跑 让公使跑到我们北京来 闹事 这给我们很丢面子 是不是有点类似于当时澳门那种状态 就他他把上海当成另外一个澳门的 应该差不多 然后他这种方式呢 其实也是各个历史朝代都是惯用的一种方式 就是极迷之数 所谓极迷之数就是说 我给你一些好处 但又给你很多限制 让你就是一来二去你也不闹了 对吧 大家在一起做做生意 你就像唐朝的时候 其实广州就有十几万阿拉伯人 就是只是我们不叫他租借 对不对 对对 实际是一回事 13行也是这样 对 但是包括中国在外国也有租借 我记得以前看日本史的时候 有唐人 唐人屋嘛 就在贫户的时候的中国商人 日本人的态度也是给你一个小岛 半个小小破岛 你就待在那上面别出来闹事 因为以前的人们对这种领土完整 怎么没有这个概念呢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以前没有电话电报 这些现代化的通讯手段 治理一个地方是很困难的 特别是这些 你就像今天治理广州 有很多黑人都很困难 就与什么这个对国际情况的不了解 对不对 所以一般都是采取 就是你们这帮人 你们自己隔开 然后自己自治就行了 这个如果有什么事 我找你们的头 对吧 一般都是这样子 对对 我听过一个故事说 当时上海到台 就是英国人不是要了外滩的块荒地吗 就外滩本身没有人住的那块地方 你说是就是黄埔江苏 苏州河的一个交界处 都是泥滩 到台很高兴啊 他说你去吧去吧 因为他到台也很烦 你要是住在城里 天天给我闹事 你刚才到那个没人地方 你就随便你干什么 那几块荒地 可能刚刚被水冲出来 你讲的这个是很真实的一个情况 就是他当时到台的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的目的是 你如果我们的这个条约上说了 可以让你外国人来上海住 那住在一起的话 万一打起架来 或者发生点什么事 是你按照你英国法 还是按照我中国法呢 大清法 这个很麻烦 我最好就是把你 按照大清法英国人不高兴 所以最好就把你 在英国法皇上没面 最好就把你隔开 所以他就说城北那块皇帝 反正他 所以他第一次1845年前 那个土地掌程的时候 他写的特别明确 他就说 这块地啊 你们这个租区的人 是有义务去建设的 把这个地方要搞好了 然后他这块地 本身也是离城市有一些距离的 然后就是让你们自己去弄 但是有一个误解就是什么呢 就是就很多人认为 就是一开始洋人就全都住在那里 其实也不是的 洋人很多还是住在那个 呃就是上海城的东门外 因为他炉 小东门 对 那就现在小东门那块了 就是上海城隍庙 呃 城隍庙就是老城乡嘛 我跟大家普及一下这个知识吧 就因为上海的城隍庙 就是以前县城的驻地 所以说起上海县城 就以此为中心 然后我们有小西门 小东门 小小北门 小南门 这现在这几个地方都有 上海这个地名都有 那他整个形状 好像比如说现在看上海的这个地图 还是有一个一圈的 这样一个路 然后是把整个县城为 他那个地方本来那个形状像个小核桃一样 然后 然后另外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当时英国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大清的那种状态是他是天朝的感觉 他对他对于这种遗物是很不感兴趣的 他就觉得你地方官赶紧处理一下就行了 按照我们以前的惯例啊 我们的惯例就是给你一点地让你自己呃干嘛干嘛 然后不要来滋饶我们的百姓 所以他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行政问题 然后还是可能还是个财政问题 有点收入 然后其实地方的江浙的官员呢 就像我刚才讲的姓顾的这种会馆里面的这个商人一样 他们其实是很欢迎来来这边开步的 因为其实整个东南沿海向来都是走私是没有断过的 对对所以我我想起我前面想问你个问题 我忘了我你不是说上海当时有很多商贸吗 我在想里面是不是大部分是走私 对应应该注意到一个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就是宁波的中普海盗大战 其实海一八六几年时候发生了 其实是明代 清代 清代 其实海上的这种所谓海盗就是武装的商团 其实就是跟英国的那些早期的那些撕掠舰贸易是完全一样的 就是我东一都公司就是我的我既有武力又能够又能够这个 搞贸易我我有时候抢有时候买就跟我们玩游戏 就有时候你就是那种开放世界里面你打得过就打打不过你就买对不对 对然后呃所以呢就是说其实地方官员都知道 因为清朝那个时候他地方财政很少了 就是他只收农业税没有像今天来说有什么商业啊所得税啊那些 所以他地方上收上来钱都直接入国库只留一点很少的那个凤银和办公开支给地方 所以清朝的官员刮地皮特别厉害 然后东南沿海的官员呢 他其实所有的王国都这样 所有的帝国都这样 他这边陲这个走私一定是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 所以他们其实 这些倘务腐败靠走私对而且他们这些 他有默许的态度他们这些官很多其实也是捐出来的官 你比方说广州13行时期世界首富就是号官一个广东人 他是航商13行就是里面一个就是官方指定做外贸的一个 一个一个叫做国有进出口公司的老总 据说他就是比现在的贝佐斯还有钱 然后所以呢 像他呢就是说有钱了 他他就先捐一个官 然后再再干这个事 所以有时候官和商呢 其实分不太出来的 包括后来其实上海的很多到台 都是在搞乱七八糟生意的 就是各种各种生意都有 可以理解为就是越腐败经济越繁荣的一个一个例子 可以这么说 权力勤租权力勤租 其实腐败这个东西你不能完全你要看他保护了谁主要是对吧 他他如果是保护了这个贸易的话 他客观上肯定是有有好处 促进了经济说他是一个润滑剂样的一个东西 在清代那个时候了 对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英国那边的情况是什么情况 就是现在大家对朱介任是不清楚 主要是不理解英国那边情况 大家总是想想哦 总是跟我们中国一样 就是呃 大概是一个这种中央集权的 同大帝国 其实我们用这种思维既不能很好地理解清也不能很好地理解大英 其实大英当时状况是 都离我们太远了 大英他其实一直是用特许状来治理国家的 就是他是有通过国王不直接治理他的臣民 他是通过corporations来治理 corporations今天翻译成公司 但以前按照政治学上的翻译是法人团体 就是比如说伦敦就是一个法人团体 也就像今天在美国其实还有这种普通法的遗存 就是说比如说陶陶你要开一个新的城市在美国 叫陶陶市啊陶陶city 那那你那你就去朝你们州宪法 里面一定会告诉你 你需要有多少地有多少人 然后你就可以跟州申请开一个城市 所以其实以前的英国就是这样 你比如说伦敦 他是一一几几年建立起来的这个城市 然后当时英王就是给他们一个特许状 叫做charter 意思就是说你们这帮人去弄吧 反正我你我这块地允许你以这块地为中心 开始搞一个城市 或者搞任何别的什么东西都行 但是你一年给我交两百两百方 然后有点像我们的土地责任成高制 但是他最要命的是什么呢 大县 他是说你租了这块地以后 你自己选你自己的市长 你自己选你的法官 我英王给你做宝做保障 就是说除了除了你们自己的法官跟市长以外 没有人能统治你 然后就完全的权力加上 所以比较彻底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有点像黑社会分那个就是怎么说各自的骗区一样的 就是有一个保护与被保护之间的关系分码头 这是你的码头 这是我的码头 所以他其实这种就封建制 他在古代的时候被称为封建 就是一人一块地你自己弄 然后到大航海时代就被称为早期资本主义 然后到后来就被称为殖民主义 但其实他是一回事 意思就是说你自己去弄 去比方说你们权力下放 你们加拿大的就是最早就是哈德逊万公司 拿了一个特许状 对对对 就说然后哈德逊万公司 他就是开发了加拿大 现在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好多地 然后他也是事实上的执行者 那个统治者 就有点像那个东印度公司一样 就是他说是公司实际有点像 其实他介于公司就翻译错了 应该是叫法人团体 法人团体 OK 更严格的翻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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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